12月29号位于四川梁山州的东山隧道全线贯通 这是德惠高速贯通的首条千米级隧道 标志着施工正式进入快车道 对加快全线建设确保2022年年底达到通车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东山隧道是德惠高速公路项目最长的隧道 全长2815米 地质复杂 施工难度大 自2020年6月正式开工以来 建设过程中 项目团队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应用 形成关键施工技术 实现了隧道的快速建造 我们先后克服了浅埋偏压 破碎软岩 覆水断层 瓦斯等复杂地的情况 历经570多个昼夜比计划工期提前两个月 德惠高速公路全长78公里 是四川省向南开放的初川大通道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变惠里 惠东与安宁河平原的壁斯状况 还将促进潘西聚宝坟的矿产 旅游 农业等资源 与成都 重庆 昆明快速连接 对推动乡村振兴 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推动乱村振兴 农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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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振兴